Hello 觀眾,大家好,又是我Neo 話說之前和大家介紹過 DaVinci Resolve 一個免費的專業剪片軟件 即將會有iPad版推出 在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刻 DaVinci Resolve的iPad版就未在App Store上推出 但今天我就很幸運,我就有Black Magic的Early ESS 即是說我今天可以搶先去試玩iPad版的DaVinci Resolve軟件 我桌面上這部新的iPad Pro已經裝了完整版的Resolve 今天有這個軟件在手,我就有很多很多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去試 相信今天這條影片應該都會解答到很多大家對這個新軟件的疑問 不和大家說那麼多廢話,我們馬上開始 可能因為硬件問題 其實很多時電腦軟件轉移到iPad上高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功能是會沒有了 即是好像Photoshop、Lightroom、Illustrator 這些軟件去到iPad的時候都會變成了閹割版 但是電腦完美轉移iPad的例子其實是不是沒有呢? 又不是 Clip Studio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今年的iPad Pro已經在行M2晶片 所以硬件上高是十分之ready的了 亦都相信因為這樣,Blackmagic也選了這一代去推出這個DaVinci Resolve 所以這個Resolve的推出意義是十分之重大 因為它證明了現在的iPad其實已經可以行到一些這麼專業的軟件 加上Resolve這個軟件的功能十分之齊全 我一向都覺得其實這一堆軟件加起來就等於Resolve 總之這個軟件不論是剪片、混音、特效 都是十分十分之強勁、十分十分專業的 這個軟件的推出絕對是令到現在的iPad可以做多好多好多 iPad上高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touch screen和Apple Pencil 所以iPad的軟件在它們設計過程中都會特別考量到這兩點 令到用起來的體驗都會比起電腦版新穎很多 例如今年的iPad Pro 2022 而配合Apple Pencil第二代就會有這個懸浮功能 有了這個懸浮功能的Apple Pencil的精準度是十分之高 甚至乎比起電腦的滑鼠更加之好 還有懸浮功能也可以讓你去preview一些合成的效果 又或者一些調色的效果 可能是一些Lux你可以快速這樣看到調色出來的效果 還有Apple Pencil本身是一支畫筆 所以你在影片去畫一些mask的時候就會特別之方便 Blackmagic 亦都因為這樣 故意為了iPad版上的DaVinci Resolve 推出了一個獨有的功能 電腦版上是沒有的 那就叫做Magic Mask 這個軟件我會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跟電腦一樣 iPad都可以配合這個Magic Keyboard 然後就在DaVinci Resolve裡面去用一些Keyboard shortcut 大家看一下Keyboard shortcut 基本上是跟電腦版完全沒有分別的 如果你本身已經很熟練這些Keyboard shortcut的話 我相信你由電腦移到iPad上高剪片 都一樣會剪得十分之快的 還有真的要告訴大家 其實iPad上高剪片 我覺得一定要有這個Keyboard 因為實在太多的步驟 你都要用Keyboard shortcut 譬如你要剪這條影片 你要按Cmd B才可以剪到的 你沒有Keyboard的話 基本上是剪不到的 所以剪片的話Keyboard是必須的 不一定要是Magic Keyboard 但是Keyboard是一定要有的 iPad版上面的Resolve 都是可以搏外置屏幕 iPad上面去搏外置屏幕 就有兩個方法 分別就是HDMI和AirPlay 不論你用哪個方法 你只需要在Resolve裡面 在Preview這個位置找回External Display 就可以設置一個外置屏幕 在我這部iPad上高 它就有Thunderbolt 3 它就可以播放6K屏幕 但是大家要留意 iPad版上面的Resolve 它的Preview最多只能夠Review到4K 即是說你在6K屏幕上面 都只有4K屏幕可以Review到 至於那個Playback的速度 幾乎是即時的 就算是無線的AirPlay 所以你放在一個超大的螢幕上 去Playback 這個速度 基本上都是沒有任何延遲的 所以是十分之方便 你拿著一部小小的iPad 你進去房間開會 你只要房間有一部支援AirPlay的電視 你就可以放在大螢幕那裡 去Share你自己剪了的Edit 然後你同時 如果看到Rough Card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立刻在iPad上面去改 又或者去調色 所以這個Workflow 比之前是方便很多 另一個相信大家都會很擔心的問題 就是這個iPad版上面的Davinci Resolve 可不可以直接用外置硬碟去剪片 這個問題我知道很重要 因為如果是不行的話 這個軟件立刻就好像廢了 沒有人會用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 但也當大家試一試 現在我就把我的Sandisk Extreme Pro的SSD 去我的iPad Pro上高 然後選擇Import Media 再在我的SSD上高 去Import幾條航拍影片 然後我再 drag and drop其中一條片 進去Timeline裡面 我先把那個Media收起來 在Inspector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Video 的Video Source Path 這裡我們就看到條Path 是來自SSD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現在把SSD拆掉它 它就會斷片 所以答案就是 Da Vinci Resolve iPad版 可以直接在SSD上面去剪片 所以大家絕對可以放心 在這部機上面去剪 6K、8K、10K的影片 因為你不需要受制於iPad的Storage 如果你用過Da Vinci Resolve的電腦版 你就會知道 其實它底下就分了五大模式 而在iPad版上高 看回這裡底下 你看到就只是分了兩個模式 聽到由五個模式變成兩個模式 好像很多模式都沒有了 事實上我用了就發現其實不是 其實很多的功能都還在 只不過它是收起來了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剪片模式 電腦版上高 是有分cut和edit的 而iPad版上高 就簡化到只有cut的模式 這個模式的iPad版的介面 看上去跟電腦版就沒有太大分別 Playback的話大部分時間都十分之長順 即使你是剪的SSD上面的影片 Playback都會非常之Smooth 跟電腦版一樣 cut的模式裡面 都會有一條bar 給你去navigate timeline 但跟電腦版不同的地方 就是電腦版可以 click and drag那些影片去調位 但是在iPad版上高 是做不到這件事 如果你要將影片調位的話 我相信在iPad上面最快的方法 就是剪下和貼相 就不能夠像電腦版一樣 drag and drop這麼簡單 所以為什麼在電腦版上面 我就不太喜歡用cut為剪片 我喜歡用edit 因為edit裡面 你可以放大縮小的timeline 而在cut的模式裡面 就不可以放大縮小的 如果你對剪片很有追求的話 其實Blackmagic也出了一個 Speed Editor的鍵盤 這個鍵盤可以透過藍牙去連接下 iPad的Da Vinci Resolve上高 鍵盤上高就有一個轉輪 可以方便你去scroll timeline 另外也會有很多的實體鍵 比如有in out或者cut的實體鍵 方便你剪片剪得快些 這個鍵盤的價錢就是大約三千多元港幣 大家可以自己看定先 我們繼續探索一下這個剪片的界面 看看上面這個位置 它就有transition 也就是一些過場效果 裡面你看到一大堆的過場效果 最基本的除了有crossfade之外 還有slide up slide down 甚至乎一些你想都沒想過的transition 它都是有的 然後旁邊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title 就是說你可以加字幕或者標題 裡面那些字的font 又或者spacing 或者shadow 全部都可以調教的 那就跟電腦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眼裡的觀眾應該都會看到 inspector 這裡你可以加keyframe 例如這裡我想將字旋轉的話 我就在rotation這裡 去加兩個keyframe就可以了 但是跟電腦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cut的模式之下 你不能夠在timeline裡面直接看到keyframe 所以要set或者delete keyframe 都會比較麻煩 上面這裡也有effect 也就是影片的特效 當然電腦版上面部分的特效 在iPad上面就沒有的 但是就這樣這裡掃下去 大家都看到雖然是少了 但是仍然都很齊全 那這堆特效裡面 其實裡面就有幾個特效 我覺得是特別值得跟大家說的 等一下會跟大家去介紹一下 除了影片特效之外 也都會有聲音上面的特效 那這裡scroll下去 你都看到很齊全 又是 那比較多用的可能就會是equalizer 又或者是pitch 那這些功能呢 都是會有在的 那裡面有一個挺有趣的effect 就叫做reverb 那幫你去模擬一個很空曠的環境 那這個box 其實是代表那間房的大小 那譬如這裡我把box拉大它 你就會感受到空間上面的分別 那剪片模式跟大家說得七七八八 那繼續跟大家說color 調色模式 那這裡我們一打開這個調色模式 你看到基本上跟電腦的介面又是一樣 左下角這裡就會有一堆的調色工具 右上角這裡就會是一個node graph 然後右下角這裡就會是rgb的graph 也就是一些色彩圖 去讓你看回一些data 那另外呢 那也可以呢 按這個位置呢 你就可以轉它做keyframe的preview模式 那你可以看到呢 上面你加了的effect呢 的keyframe 那這裡有個厲害的地方 那我猜不到呢 它是仔細到連ease in和ease out 它都做完的 那這裡呢 我嘗試將那個字呢 移去這邊 然後呢我按住這個位置呢 我選這個keyframe的attributes 那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有條curve在這裡 那我可以把它變成s curve 就好像after effect裡面一樣的 那這裡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ease in和ease out的motion出來 那看一下呢 下面這個位置呢 我們看到這個camera raw 那當然blackmagic的braw 在ipad版上高都是support的啦 裡面的色溫 曝光和iso都可以調教的 然後還有wheels 這些slider lift gain gamma 旁邊這裡有HDR的wheels 亦都有curve的工具 那就跟電腦一樣的 那我知道呢 我今天要影片重複地說 跟電腦一樣這句說了很多次啦 那但沒辦法啦 因為ipad app真的做得很仔細 基本上大部分功能都是跟電腦一旺一樣 反而要找一個跟電腦不同的地方 是更困難的 那我就發現ipad版每一個工具都有一個放大的按鈕 去讓你獨立把那些調色工具pop up出來 放大些方便你獨立這樣使用 剛才跟大家說過 ipad版是可以配合apple pencil使用 所以blackmagic也特別為這個ipad版 推出了一個叫magic masking的功能 那現在我試一試這個功能給大家看 那我們按這個按鈕呢 就可以開到magic masking的工具出來 當你開了這個工具之後 你直接在這個preview那裡去畫東西 就會看到畫了一些線條出來 那我現在就嘗試把飛機去mask出來 藍色線就代表保留 然後紅色線就代表不保留 你可以畫幾個frame 去幫助ipad去做分析 但這裡我比較懶 我畫一個frame 看看它可不可以track到 那這裡我們按play 這個簡單的tracking 就大約要等兩至三分鐘 好了等了一會 那這裡我按這個按鈕 你就會看到整個mask就出來了 那整條影片的飛機已經mask出來的了 那有了這個mask之後 我就可以逐步將這個飛機去調色 可以把它轉做任何顏色都可以 甚至乎還可以把mask反轉 然後我就可以把後面的陰天變成一個藍天 這個功能充分利用了ipad上面apple pencil的優勢 都真是一個好實用的工具 除了物件之外 它還可以追蹤人物 譬如你想把人的膚色變成其他顏色 你都可以用這個magic masking的功能去做到 其實隨著一些硬件進步 其實不止ipad的 在電腦上高很多的影片和合成軟件 例如可能是nuke這些軟件 裡面開始用一些AI和machine learning的技術 去給一些工具我們artist去用 這個magic masking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至於右上這個node graph 其實我也蠻驚訝 這次node graph是會把這個node graph 由電腦版轉移到iPad 因為我覺得iPad上高 很少見到這麼複雜的操作界面 所以這次resolve裡面 真是第一次看到的 其實這個graf是什麼呢 它用來做合成是很好的 這裡我做幾個step 給大家看看 例如這裡我可以在iPad那裏 drop一個Death Map 就生成了一個black and white的mask 然後我把它invent 然後再用Scream的模式把它合成 你等一下看到 好像做到一個很大霧的效果 你看到幾個step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一些很簡單的 影片合成效果出來 就好像after effect那樣的 所以這個graf的位置很powerful 剛才說過有幾個effect 都值得大家看的 例如就有這個camera shake camera shake 就是做到好像一個handheld的效果 這裡也有noise reduction 也就是說 比如你影片iPad很高的 你可以做降噪的 你可以用這個effect 還有另一個值得看的effect 就叫做surface tracker 它就有一個3D tracking的功能 去track一些畫面上面的物件 你可以透過這個功能 去貼一些圖片 上去影片裡面任何的物件上高 很多電腦版上面很棒的功能 在iPad版上面都保留到 這些effect很明顯見到 不像lumenfusion那樣的 這個真是一個專業軟件 最後跟大家看一下video export 你可以 exportH.264的MP4影片 如果你的影片打算上去youtube或者facebook的話 你選這個格式就最適合了 這裡也見到可以exportH.265的格式 也就是支援HDR的影片 至於如果你的影片export完之後 你會再交給其他人去做剪輯的話 你就可能想選這個還原度比較高的 ProRes 422HQ 另外video export上面是沒有解像度上的限制 不會限了你4K或者1080p 它export的大小就是根據它project size而定 如果你上去export10K的影片 都是可以的 一個很短的總結 Pro的硬件當然要有Pro的軟件之餘才行 現在的iPad Pro 有了這個Divinci Resolve的iPad版 我立刻覺得它整部機昇華了 其實在剪輯的時候 由一般調色我都不覺得是應該要用Mouse去調色的 就好像這些Wheels、Slider、Graph這些 其實我是很想用手指去刷它 那現在終於可以了 我也都覺得其實這些這樣的Slider 根本一早就應該是用手指去刷 只不過是盤古初開的時候 我們去用Mouse 所以我們習慣了 但其實我覺得應該一早就應該是用手指的 那現在有這個iPad版的Divinci Resolve大頭 就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希望第二天的軟件 我們都可以有多些這些 直接用手指操作的User Experience 雖然今天我全日用iPad Pro去跟大家試 但不止iPad Pro的 其實iPad、iPad mini、iPad Air 全部的iPad都可以裝這個Divinci Resolve 所以就算你不是專業拍片 你純粹像我這樣剪下一些YouTube影片 其實你都可以用這個Divinci Resolve的軟件 在iPad上去完成到 整個過程是完全不用碰電腦的 所以非常非常建議大家去下載這個軟件 就算不懂剪片的 都下載來玩一下 反正是不用錢的 完全免費的 真的沒理由買了這個iPad之後 不下載這個這麼正的免費軟件 這麼吃虧的嘛 對不對 不過都帶回頭盔先 雖則說是免費的軟件 但裡面都有In & Purchase的功能 現在目前都不知道什麼功能是需要購買的 但是電腦版上高 Studio 和免費版本最大的分別就是 Studio 版本才可以用External 螢幕 而普通版本是不可以的 我希望這個限制在iPad上面不會是一樣的 這個Divinci Resolve的軟件 現在我拍片這一刻就未有得下載 但我相信很快會上線的 我亦都會和大家頻密地查 如果這個軟件一有得下載的時候 我亦都會在這條影片下面的comment section 跟大家去說 大家可以現在看這條影片之後 就去查一下comment 看看這個軟件上了線了 好了 今天這個Divinci Resolve的iPad版 介紹都差不多了 又是有什麼疑問的 有什麼問題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可以幫你試 也可以逐一去解答你們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這條影片 又覺得我今天這條影片 是幫到你們的 請你幫我做幾件事 like share我今天這條影片 再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打開個通知功能 下次再推出新影片的時候 你亦都可以第一時間看得到的 那今天我們先來到這裡 我是Neo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收拾了 差不多 了